前段时间有一篇报问 地方基建欠了60多万亿 需要奇迹才还得上 嗯,60多万亿 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欠了5万 那么地方政府它的债务问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咱们可以找个点心来说一下 正好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那就是贵州遵义最大成头公司 遵义稻桥发布了一个银行贷款的冲组公告 在这个公告里 遵义稻桥155.94亿的贷款 展期了20年 并且在前10年还只付利息不还本金 虽然贵州是关于债务方面的老数人了 但是遵义一直以来都被认为 在债务方面还是比较安全的 毕竟遵义有茅台 无论它是不是江湘科技 2.3万亿的市值都在那摆着 所以遵义的债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连茅台都拖不住它了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图表和数据 来一起聊一聊遵义的债务情况 由于2022年的很多数据都还没出来 所以咱们还是以2021年的数据为主 其次我也会用一些2019年 也就是疫情前的数据来作为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贵州的整体情况 这是2021年我国各省份的显性负债率 它反映的是经济规模对于债务的承担能力 警戒线是60% 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能排到第二 并且刚刚超过了60% 也就是说贵州借了钱 但并没有把经济发展出相对应的水平 这个是2021年我国各省的城投公司负债率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能排到第七 好像也不算特别差 但是别忘了贵州的GDP是全国第二十二名 在前十里就只有天津和甘肃比贵州低 而要算人均GDP的话 那贵州就更是掉到第二十八名 在前十里就只有甘肃这一个省份比贵州低了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贵州的城投公司 它的盈利能力其实是比较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遵益的情况 从负债率上来看 遵益低于贵州的平均水平 但是它的债务率已经超过了我国100%这条紧接线 也就是说遵益政府本年度的综合财力 已经不能偿还本年度的债务了 而最后这个偿债率的意思是 你要还的钱能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它的紧接线是20% 由此可见遵益的还债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些都是险性债务 如果再加上比较敏感的隐性债务 比如城投债 那遵益的负债率和债务率只会更高 数字会更难看 欠了这么多钱 那遵益政府的收入是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要知道 我国的政府收入是分成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而房地产这块主要涉及的是前两项 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 主要是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以及根基占用税 而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 最主要的也是占了极大头的 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这个是2021年遵益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 房产税是7.5亿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4.5亿 土地增值税是10亿 根基占用税是1.25亿 它们加起来占了整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7% 而这个是2021年遵益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是449.6亿 占了全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98.88% 2021年遵益全年的财政收入是1021.4亿 其中土地房产类的收入就有473亿 占了整体收入的46.3% 而在2019年也就是疫情开始前 这个数字是358亿 占比是47% 可见疫情的前两年并没有影响遵益卖地 当然也就没有影响遵益的城投借钱 具体的遵益稻桥呢 除了展期的那150多亿贷款 它还有300多亿负债 而遵益稻桥2021年的营收只有80.87亿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就只有4.86亿 嗯 4亿多的利润 400多亿的负债 那么遵益的视线成立的城投公司有多少家呢 答案是超过50家 所以如果算了城投公司欠的钱再加上遵益本来表内的1700多亿债务 那以遵益现在的财政收入至少不吃不喝两年才还得完 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遵益没必要也不可能用两年的时间还进所有债务 适当的负债率有益于经济发展 但是超过的紧接线就…… 可以说遵益的经济支柱有两个 一个是房地产 另一个就是白酒 而很多银行基金和信托 之所以把钱借给遵益的城投 就是因为遵益的经济有茅台盛着 其次他们也在赌 赌最终会由省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来给遵益兜底 因此就算早在19年20年的时候 遵益就已经爆出了部分城投出了问题 比如遵益新区投资的商标巨付事件 遵益苟将投资的信托产品余期等 却也依然无法阻止各金融机构 给遵益的城投进行融资 一直以来 金融机构给城投公司融资的逻辑是 只要城投公司有能力支付利息且不违约 那金融机构就允许城投公司借薪债还旧债 但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 城投公司风险暴露的时间被延后了 小雷也变成了大雷 而遵益到桥这次违约 也是结结实实地给这些金融机构一个耳光 那就是茅台救不了遵益 或者说其实茅台是有能力救的 但是他要留着救贵州省 因为茅台不是尊业的茅台 是贵州的茅台 另外财政部也放话了 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 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报 所以最终 尊业的问题还是要靠贵州和尊业自己解决 不过贵州也是泥不下过河 所以中央还是给了条出路 2022年的1月26号 国务院专门给贵州发了这么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 就允许了贵州的融资平台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 去跟金融机构协商展期 或者债务重组等方式进行自救 而尊业道桥这次20年的展期 就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 由贵州省力去跟金融机构协商而成的 啥 你说金融机构不乐意怎么办 嗯 不允许不乐意 而且尊业这次只是小事牛刀 贵州已经持续了数年的债务加投资的发展路径 给金融机构埋下的坑可不止一个 还是那句话 贵州也许不是债务负担最重的 但一定是问题最突出的 其实贵州也是难 它要发展经济 要搞基础设施建设 那它的成本就是比其他地区要高 甚至高很多 真的是不借钱不行 其次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 它的融资成本也会更高 某些地方每融到100块 去除利息和中介费等 实际到手的可能还不到80 而贵州可以发展的产业 似乎又没几个 我在贵州那期视频里说 贵州是被茅台给绑架了 但是贵州又何尝不想去做点其他的呢 问题是它有条件吗